我的同事已經落地了 被暴徒包圍了 沿途我們跑過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暴徒都向我們不斷指馬 其實那一刻都是危機的時候 至於我們去到找到那輛車 其實已經被幾百名暴徒包圍了 如果我們來遲了的話 他們也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不斷指馬來遲了 千萬不要走散 走散了又或者人比較少 就被暴徒包圍 而對他們施襲擊 第二就是我們所說的all-one defense 即是你360度甚至高空的位置 你都要留意到 我們現在在地裡 其實擋得最多的 真是平平安安回家 在一晚聽行動訓練的期間 我就收到醫院的電話 就是在我ICU裡面的媽媽 情況相當危急 所以就決定叫我們 叫其他親友去見媽媽的最後一面 雖然很大的傷痛 但是我都繼續跟我的同事 在當晚那裡有上班 去繼續維持著香港的治安 身心靈其實都真是心力交稅 但是我很慶幸我見到和我的同事 都是本著最專業的精神 最高度的黑制 最高的EQ 特別是我想眾觀全世界 其實都可能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我見到香港警察 其實他的表現是最專業 穿得起這套制服 我們就要責任維持香港的治安 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 這個是我們的使命 亦都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責任維持香港的 支持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